台南都是全国矚目的焦点 现在已经进入华山论见的阶段 可以说竞争是非常的激烈 在竞争这么激烈的这些政治面向的议题 其实我们比较市民或是各界比较关心的是 整个大台南合并之后何去何从 那么到底怎么发展 我们会面临哪一些问题 将来的发展的愿景会是怎么样 我想这个是非常多的县民跟市民 共同关切的议题 在这样的民间期待 民间关切 全球的趋势除了以主权国家 那么为主题的国际社会 那么逐渐朝向 那么城市跟区域竞争 也是一个逐渐被凸显的议题 那么区域的竞争 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 那么在全世界的能见度 会相对的降低很多 那么世界的地图 那么并不是以这个实际存在为主的地图 世界的地图是以能见度为主的地图 这个在哲学上有一种说法 这叫现象主义 虽然存在可是从来都没有被报导 事实上可能就被认为是不存在的 那么区域竞争如果没有国际的能见度 坦白讲它的这个经济的规模 它的影响力其实都会逐渐的所谓的边缘化 没有能见度其实就很容易被边缘化 所以区域竞争基本上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 那么事实上是会有被全球边缘化的这样的一个课题 那么今天台湾其实面临的一个挑战 就是在国际的孤立 跟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孤立的环境底下 怎么发展出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 我想这个是虽然我们在国际社会孤立的 可是如果能够在国际的能见度提高 对台湾的全球的位置也会相对的提升 那么相同的道理 那么台南过去台南过去就是这样 虽然我们是台湾文明开启之地 但是很可惜那么在19世纪的末月 流明船把台湾的这个夫生刷去这个宝宝之后 那么整个逐渐的没落 当然这个刷跟地理的变迁有关 跟整个台江内海的淤积 岸平港还是说这个东西的这个五条港 释起他的这个港口的功力 那么丧失他在经济上贸易上的地位 所以整个刷去百步 那么一百多年来 台南就逐渐的没落 百年的估计 一百多年的估计 那么这一百多年的估计 状况是越来越坏 中央政府的我们说 如果要谈到南北平衡就说到高雄 说到高雄的时候 最后拍摄说不然台中也要说一下 走去台中 台中说之后 淡步没关心一下不行 走去淡步 所以台南虽然是一个历史古都 可是却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 就是不许去用跳过人过 那历史古都的 台湾历史文明开启之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在一个不重视本土历史文化的 这样的一个统治者的 跟教育 以及社会对自己的地理历史不够了解 一直去用跳过人过 那这一次我们有机会 那么 许市长跟我们台南县的团队 县市的团队跟各界共同的努力 我们让 大台南以历史文化古都那么这样的一个主轴 那么重新有机会争取到 合并升格直辖市 那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我们不升格就被边缘化 我们希望变成五都之一 有机会大台南能够重现历史文化的光华 那么能够再造历史的荣经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目的 那么所以在这个大目标之下 就是我们不升格就被边缘化 可是升格之后会有哪一些问题呢 那么 坦白说升格之后呢 我们第一件事情 欢喜不超过三天 第一个问题 台南县市合并跟 各县市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台中县市没有新的市政府的问题 新北都新北市也没有新的市政府的问题 高雄县市合并的大概这个问题也不会太大 但是台南县市合并后呢 客观上就会面对一个问题 台南市现在市政府 在安平五级那个所在 现在是今天西南角 台南县市政府在新的县市政府是很偏担百角 那么两边都很偏 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我们当时合并计划书第一行政中心 是台南市市政府做行政中心 第一行政中心 第二行政中心 是在台南县市政府新的这个所在 第二行政中心 可是行政要核定的时候呢 是这样核定他说 我们没有吃第一第二 我们可以吃一个就是市政府在这里 所以呢最后 这个行政院拘泥他们的形式来回这个 未来 大台南市政府在 现在台南市的所在地 那可是现实上 大家的认知是第一行政中心在台南市 第二行政中心在新宁 台南县政府所在地 可是在现实的操作上 这个都是过渡性 而且过渡性必要的 那实际上操作下去的变成 在台南管政府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管政府在新年 所以在南区有设计一个 规人有设计一个南区服务中心 南区服务中心这几年来 十多年来一直想要提升的功能 可是那个功能就是很难提升 因为这看来就是一个决策性的问题 是什么人回答 决策的问题 所以南区服务中心 一直最后只能够做一些服务性的 服务性的 它能够授钱成就变得很少 所以现实合并之后呢 可是我们的认知啊 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新的市政中心 那么对整个十万块以百 对山区对这些农船区 又没有好的交通路网 交通路网需要有经济来支撑 所以会变成是一个很大的不方便 所以开始 对这些技术的所在相当困着 相当不方便 所以我们现实合并之后 我们很快就想到了是 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市政中心 我们在合并计划书里面也特别提到 需要有一个新的市政中心 这样的概念 我想这是第一个现实合并 会面临一个客观的现实的一个课题 如果这个课题没有处理好 可能是整个台南观期的一个很大的 这个合并会变成是一个纠纷 冲突很多的一个现实合并的课题 那可是这个课题当然大家 很多人尽可能不愿意把这个问题 台面化 但是我是比较高兴设的 我就台南观的观众 现实的台南观的观众 穷极最大的都是台南观 所以对我这个在台南县的自治史上的 最后一棒 李苏雄到2010年的12月25号 没有台南县了 没有台南县了 所以我这个历史上的最后一棒 是一定有这个责任 要把这个议题周知给各界 然后也希望各界 包括我们规划界的各位先进朋友 规划界各位先进朋友 今天我这个心声其实主要是讲给你们听 因为台南县是客观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问题 所以这个当然在台北的各界更不会了解这个问题 那所以今天是这是第一个 现实合并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那么现实合并当然我们规划的大概这几个议题 从这个区域的发展交通到经济的发展 到这个打造历史文化首都 那么到这个流域综合自垂 那我特别要借这个机会再讲一下 那么虽然呢县市还没有合并 不过一次莫拉克台风八八大水灾 把整个大台南所面临的挑战 推向一个全国必须要注目的焦点 那我们知道这个水灾后 在大家不可以求灾不可以重建的时候 现在真文水库移基九千一百万立方公尺的土石 南华水库移基一千七百万立方的土石 加起来是将近一亿一千万立方公尺的土石 等于一次台风把一个水库移基掉 那现在呢已经决定说 九十九年度第一季的村庚要秀庚 那现在大家在谈说 秀庚六万块没够 开始在谈这个 秀庚六万块没够 大概扣除成本 一起大概十得只有四块 可是农民一起大概 所得大概有十万左右 至少会有十万左右 所以有这个问题出来 但是更重来是什么 它不是一次单一事件 偶发事件 它会并着一后 每一年的春庚 每一年的春天的第一季 第一期的这个重道子可能都要休庚 那事情就很严重啊 这个可能就台湾粮食风险的问题喔 这个可能在座很多经济学家算一下 美国大家会计划多少 台湾有可能面临一个粮食缺乏的问题 因为加南地区啊 是台湾的闽昌喔 一起到座是非常重要的 一起到座意要是 长期的 那么这个休庚 事情很严重 相当相当严重 基本民生的很严重 所以这次这个莫拉克台湾抢救 十文水库 南化水库呢 不只是这个国安危机喔 可能不是很严重的水理数 真的是一个国安危机喔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事件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十二月三十一号要在这个 十文 真文水库 那要办一个整个 真文水库跟南化水库的治理计划 我想南科是第一个要受到冲击的 南科的冲击也会非常大喔 所以 在十二月三十一号呢 我们会有一个在 乌山的真文水库的 跨年大陆营 这个外地提醒全国的人 咱们水库 南化水库的冲击啊 是全国性的冲击 那我想这个我就先 致辞到这个地方了 谢谢 谢谢各位朋友各位媒体 大家共同来参与 多谢